今天8月9日,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题为《美政府升级贸易战引重怒,多国群起反制》的文章指出, 美国悍然挑起和升级贸易战,破坏规则,搅乱世界,已经触犯众怒,早到包括俄罗斯、欧盟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韩国和日本以及美国有失知识,和地方政府的反抗和反制。 那么,作为贸易战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,美国总统特朗普会,在国际社会的一片愤怒声中一命呜呼马。 特朗普一手挑起的贸易战,不仅遭到世界各国的强烈选择,比如,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,经济民族主义将惩罚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,也引起了美国有失知识和地方政府的强烈愤态。 比如,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·弗山,最近在日本《每日新闻》刊发文章动摇的战后国际秩序称,特朗普正在挥舞保护主义大棒,破坏国际秩序。 又如,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加塞,低进击带团到访亚洲时郑重声明,洛杉矶将继续敞开生意大门,直接呼吁美国各地领导人采取措施,强力推动对外合作。 特朗普上台以来道行逆时,多次遭到包括其女儿和妻子在内的很多人的抗议,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,其女儿女婿坚决反对,甚至已退出白宫去过隐居生活相威胁,特朗普实施骨肉分离的移民政策,遭到其妻子和女儿的一致反对,连妻子和女儿女婿都见不惯的人,还能,好好的生活吗? 还能带领美国前进,让美国再次伟大吗?还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吗?能不影响世界和平吗? 特朗普所做的一切,只能用特朗普有一次精神病来解释,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,都不可能像特朗普一样,说话做事一直疯疯癫癫,反复无常,出而反而,自善而光。 如果特朗普不是患有一次精神病,应该在妻子、女儿女婿和美国民众的骂声中非常清醒了。 如今,国际社会对特朗普一片愤怒,如果特朗普是正常人,要么会改嫌一辙,改恶从善,要么已经被口水淹死了。 但是,特朗普居然还能活着,还能无动于衷,也就只能用特朗普,有一次精神病来解释,大家骂他时,他就发病或者装病,啥也不知道。 大家没骂他时,他又可以推特一发,肆意妄为,任何一个人,患了精神病或许是悲哀,而特朗普患了一次精神病,似乎还是一种幸运,尽管国际社会一片愤怒声,但特朗普估计,不会在一片愤怒声中一令呜呼,特朗普因为一次精神病,已经对诗人的骂声有了免疫功能,毛开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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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